字幕君 杨茜茜 字幕君 杨茜茜 字幕君 杨茜茜 选择大型物馆 你会用什么眼镜去排行 应该看什么和看什么 整体 当然很多人会看估值 什么PEG 很多不同的计法 当然行内很多不同的计法 我也觉得要看 但其实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投资者 我看不懂得看那么多 其实买大就不过买小的 越大质的话 通常人家拼购的能力越大 其实对你长远的股价 股值的支持是越大的 就像刚才那个表 看到面积的增长 其实也是有一个 几正面的 跟股值有正面的关系 就像听了龙头逼人服务 其实都刚才提过 其实在拼购方面是非常之有优势 另外就是会不会有一些 其实不只是以前的 传统住宅的 因为大家明白了 住宅的天花板已经到了 很难再有什么爆炸性增长 或者可能拼购做了这么多年 开始难做 所以越龙头 越是非住宅多 甚至做政府项目做得多 商业项目做得多 自然股值会相对地高 因为天花板 起码就是增长的天花板 会高很多 所以如果你找我 我自己选的 其实首选一定是给它服务的 就是长远的 当然了 现在升了这么多 你可能等它回调 借着这个回调的 可能一次回调 可能回调10% 20%是不足奇的 也是 因为它真的升太多 趁着这个回调 吸收了它 然后长摆的话 其实呢 可能今年现在是40倍市盈 但是其实去到下年升六成之后 就收回20多倍 再下年是十几倍 其实大家就在看这件事情 当一个龙头 看两年值十几倍的时候 其实大家可能到时 真正跌下来 我觉得应该值20多倍 其实升幅也是很可观的 另一些就是 雅生活 本身固值是相对便宜 它也都比较多元化 本身的拼购也都很有 trade record 另外商业 虽然是很贵的 但是因为没有其他选择 真的 龙头得去 还要premium 就是高端费 所以永远都是 我觉得贵 不要怕贵 就算我们现在 今年看什么增长 看什么科网 看什么版块都好 不要怕贵 等于好像在银行 大家都要去买招商 你看科网 没有PE 很多公司 现在越贵越买的 不是玩追落后的 跟你说便宜你才不要 你才要害怕这些 是的 所以在年前 大家在讨论物馆股的时候 十个有九个都会问 为何彩生活这么便宜 不想来 那时你也跟我说过 有时便宜是有道理的 大家不要乱来 但是我们也会问 有很多都升了很多 如果我们的仓里面 要有一些龙头 要有一些小的 我都会特意问你 有没有什么特别推介 为什么喜欢这些时代伦理 其实刚才也看不到 他做拼口今年 面积的增长 其实达标率是挺高的 另外其实他也做不少政府项目 这些政府项目相对地 入场门栏是高的 他如果先进去 其实他有这些经验 也比较容易得到更加多的政府项目 所以这是其一 也估值是相对地落后的 因为那些中小型 大家就很清一色的 不看的了 我暂时不买 但是如果好 到中期业绩出来的时候 看到不是的 面积增长可以的 然后最后的利润增长可以的 是有机会一波反弹的 哦 九九二八只 今年宇沙市盈率 13倍都不够 是的 所以其实是真的相对地落后 而且基本面 是相对小型的 可以拼搏 另外呢 就是代建股 就是中原建业九九八二 你又为什么特别喜欢它 其实代建 因为这个行业很新的 其实有一些像 几年前的物馆 那当年 三四五年前 大家没人相信 就是没人相信 物业馆你什么 在香港做物业馆 你倒垃圾不赚钱 但是几年后 发觉原来很多东西可以做的 对 生育服务 特别疫情之后 这件事就是成为爆发点 是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代建 其实是一个新的业务模式 就是简单一点 就好像开珍珠奶茶好 我帮你开 我帮你搞 我帮你搞 我只是分成 只是拆佣 只是抽成 然后呢 我不出钱的 帮你搞 教你搞 等完去 他就帮你卖楼 帮你弃楼 帮你设计 然后现在国内龙头 暂时只有两间 一间就是六成的行物管理 一间就是中原研业 当然万科也有 万科大就未上市 所以现在上市只有这两间 我知道这一间还可以博一些 港股通那些 因为这一间 暂时就未入港股通 因为刚刚上市没有了 所以又过了那个 review的时间 那个窗口 那暂时就不想捱沽股 是的 因为只沽股不能买 所以跌那么多 是的 但是可能到八九月的时候 应该九月 正常就会再 北水 港股通再 重新审视那个表 之后呢 其实很大机会 中原研业就会入回 那些钱就会回来了 我们一起了 我们一起了 如此 这里 合지를 在清闹 祢